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气氛降到冰点 活泼把筷子往桌上趴得一摔 都白血病晚期了 还跟着折腾啥 几日杨阳的轻马 就那两次骨髓都没成功 你不一定能配型成功 即便配型成功 排斥的可能性肯定也比解大 再说 你身体体重都不够 还要猛吃猛喝至少达到一百斤才行 这样对你自己身体有损伤啊 看他妈压不住火走开了 陈大涛只能自己过来哄明小雅 陈大涛还在苦口婆心的劝他 可林小雅死死拽着一脚 引了一圈又一圈 他什么也听不进去 满脑子都是洋洋的苍白无力的面孔 满眼都是姐姐那绝望的眼神 他已经饱尝过丧子之痛 他不能再让姐姐经历一次 他也不想第二次看到一个小小的生命 就这么在眼前消失 去年夏天 林小雅七岁的儿子敦敦离开了他 原本他这个家还算安稳 林小雅结婚前是作画无缘的 是属于活金钱上的那种 新婚业当晚 林小雅抱怨那工作真没意思 还得天天早起挤公交 陈大涛一把将他搂在怀里 坏笑着告诉他 以后就只要在床上好表现就行了 往后余生 我养你 前面那一夜 第二天一早 林小雅就当真打电话 把工作辞了 陈大涛愣了一下 也没说什么 往他屁股上捏了一把 上班就走了 知道林小雅天天在家里闲着 活不每次进来 看到他那一桌子化妆品就来劲 话里话外 都嫌弃他实际生虫 儿子敦敦出生后 活不这才停止唠叨 林小雅是嫌犯 只是就这一项工作 林小雅竟然也严重失职了 那天下午 从校门口接回敦敦 俩人在公交站台等车 林小雅听到对面一个摆摊的叫唤 九块九块更化膜 走过路过别错过 正好 林小雅刚化膜坏掉了 又嫌牵着敦敦过马路麻烦 就让他坐在站台等会儿 等林小雅回来 敦敦不见了 他急忙往家赶 看看孩子是不是自己回去了 本来是稀松平常的晚上 本是一家人相聚一起吃晚饭的时间 敦敦真的找不到了 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 警方通知 在站台附近的河里 打捞出敦敦的尸体 摸着敦敦那冰凉的身体 林小雅万年聚会 他后悔就在舍那几块钱 去探那个小便宜 换钢化膜 安葬了敦敦 活泼让陈大涛将家里敦敦的照片都烧掉 免得家里有她的鬼魂 殊不知 活泼嘴里的鬼魂 正是林小雅日思夜想 再也见不到的亲人 那份撕心裂肺的心痛 如毒蛇般吞噬着林小雅的每个细胞 如果不是姐姐将杨杨放到她身边陪她 她还在那个黑暗 不见底的洞里挣扎 使杨杨一点一点 混起了她对生活的欲望 如今杨杨却徘徊在生死边缘 死神正一步步向她靠近 林小雅无论如何 都要拽她一把 目前挽救杨杨唯一办法 就是移植合适的骨髓 姐姐的骨髓和杨杨配型全相合 可还是出现了排异 目前林小雅就是杨杨的救命稻草 她不过任何人的反对 还是去医院做了咽血 做了精英喂点配对 正当林小雅计划着怎么增加体重 怎么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时 姐姐从医院里打来了电话 那哭丧的声音里寄出绝望的话 林小雅的骨髓不合适 林小雅去医院安慰姐姐 可以再等合适的骨髓 可是姐姐哭诉着 住院费加手术费 渐入光速般消耗 已经没有钱再继续治疗了 因为这么多年没有工作 林小雅早已习惯了手心朝上 陈大涛也从来没有断过她的零花钱 所以她从来没有感觉 这日子有什么不妥 书经听到姐姐说没钱 自己却没有一点积蓄 林小雅等了感觉作难了 姐姐家房子早了 亲戚 邻居 能凑的都凑了 就连水滴愁了钱都花光了 姐姐身埋着头 除了哭泣还是哭泣 只要能在医院 杨阳就还有一线生机 林小雅能拥打 决定回家和陈大涛商量 能不能借着这几万 陈大涛在公司属于高层 薪水还是很高的 只是存款什么的 都是在她妈手里 林小雅平时不缺吃 不缺穿的 总是感觉陈大涛的 就是她的 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握住钱 其实就是她有心想管钱 陈大涛她妈也不同意 刚结婚那会儿 她妈就以小两口 不会过日子为借口 要替她们管理钱财 还说她家当年 也是陈大涛奶奶管的钱 之前林小雅开了几次口了 婆婆都没同意 她说钱借出去就是打水漂 林小雅发信息给陈大涛 让她想办法从哪里凑不完 先拿给姐姐硬硬急 结果刚到门口 就听到婆婆的哭声 家门没关 隔壁的王阿姨 李奶奶都在她的边上拉她 看到林小雅 她婆婆老泪纵横 哭诉着说 她儿媳妇为了接近娘家 竟然怂恿她儿子去犯罪 王阿姨李奶奶 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 看着林小雅 林小雅两腿发软 嘴不停的哆嗦 她做梦也想不到 婆婆会表演这出 更没想到婆婆的消息这么灵通 她是让陈大涛去筹钱 但她没让他去抢啊 神门总是习惯了同情弱者 却不知 弱者有时候也是别有用心 她无奈地看了婆婆一眼 颤抖地拨通陈大涛的电话 让她尽快回来 陈大涛回来 说她正在想办法 没凑到钱 林小雅好几天没有去医院 她不忍看到姐姐无助的眼神 几天后 陈大涛转给她一千块钱 说是跟朋友借的 先让林小雅给她解应一击 这一千块钱也许是杯水车薪 但是能让杨杨撑一天 就多一份活下去的希望 林小雅去了杨杨病房 看到了陌生的面孔时 她以为走错房间了 床边的护士告诉她 杨杨三天前 已经办理了出院手续 林小雅直接去了姐姐家 姐姐挤出一丝 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明天 他们想带杨杨去看看西湖 还有三天 就是杨杨的九岁生日 想圆她一个梦想 杨杨的眼睛里 闪出一抹亮光 还扯着嘴角笑了笑 一股莫名的不安 向林小雅袭来 她知道 七段治疗对杨杨意味着什么 她心里撕扯般的疼痛 她要是手里有钱该多好 她唯一能做的 就是陪杨杨一举举机壶 从姐姐家出来 林小雅直接去了陈大涛公司 她叫她出来 问她抵押贷款的事 她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她捡几天是说 要去抵押贷款 含糊了半天 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林小雅激情哀求的语气 让她想想办法 这样 杨杨从西湖回来 就赶紧住院 杨杨没能再进医院 也没有能看到西湖 连家门都没走出去 凌晨四点走了 林小雅默默地愣在了门口 浑身血液都凝固了 她想安慰姐姐两句 刚到嘴边的话 卡在了喉咙里 那是水止不住的滑肉 姐姐递给她两个玩偶 那是昨晚临睡前 杨杨交代要交给小姨的 她说那两个玩偶 一个是敦敦 一个是她 三天前 林小雅向陈大涛要了三百块 给杨杨订了个大蛋糕 只是杨杨再也没有机会看到 林小雅的心抽搐成一团 死亡的气息让她窒息 她逃离了姐姐家 虽然是大清晨 阳光还是肆虐地普照着大地 可是林小雅满眼都是灰色 她身体冷得不停颤抖 尿尿呛呛呛回到家 她无力地蜷缩在她家门口 她不想进去 不想看到婆婆 如果不是她的阻拦 不肯借钱给姐姐 杨杨就不可能这么快死去 妈 你再想想办法 小雅明天从西湖回来 肯定又得闹我给她姐凑钱 你不是说抵押贷款的吗 那是糊弄她的 抵押贷款都到这时候了 我还肯为她干的傻事吗 要不 你还去医院找她姐 像上次捐骨髓那样 告诉她姐 要是小雅再逼着跟你要钱 你就和她离婚 你上次不是成功阻止她献骨髓了吗 对呀 如果不是我阻止 她身体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离婚的事就难办了 林小雅没了一丝力气 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绝望充斥着她 一堆堆的玻璃渣子 渣得她五脏六腑都疼 她隔着门缝都能看到婆婆和陈大涛 那两头黑乎乎的心 掉了三次钥匙 她才打开了那扇门 小雅 你咋回来了呢 我们商量明天去看杨阳呢 婆婆一脸的假惺惺 装善良都装得那么的猙獰 陈大涛也惊奇地问咱们去西湖 不用再算计了 杨阳已经死了 林小雅嘴唇都咬破了 她狠狠地摔门 借此表达她的愤怒 摔给谁看 有本事拿自己的钱去做责善 养着你 还得顺带救进你全家 不得把我们家大涛累死 婆婆那刺耳的声音 让每堵墙都产生了回应 那晚陈大涛没有回来住 婆婆也没做 原来陈大涛早就不想过了 难怪她不肯帮她 婆婆不肯借钱 林小雅可以忍受 但是陈大涛是她同床共枕的丈夫 她有难时 她不但袖手旁观 而且还卑鄙地以离婚来威胁姐姐 不让林小雅均骨髓 这辈子她无法原谅 这么一个自私凉薄的男人 林小雅一刻也不想要了 第二天 林小雅收拾了一下衣服 出去租了间民房 时多好就发信息给陈大涛 民政局见 约好的十点 林小雅早去了半个小时 到了民政局门口 一眼看到排在第一个的陈大涛 她苦笑了一下 心里也似被猫抓了一把 原来她比她还急着离婚 其实离婚的真没几个人 用不着提前去排队 婚就这么悄无声心地离了 林小雅没让姐姐知道 一个月后是清明节 姐姐着急忙慌地打电话找林小雅 她原本想去找林小雅 一起去墓地看看敦敦和杨杨 她刚去林小雅家了 看着陈大涛和她婆婆 两个人搀扶着一个孕妇下楼 那肚子看着最少得有五个月的身孕了 林小雅将离婚证递给姐姐 姐姐一脸错愕 我都不让你眷顾罪了 她还 其实前两天 林小雅就搞清楚了真相 离婚后 林小雅越想越不对劲 自己一时冲动 就这么裸着离婚了 她翻弄手机 找到了陈大涛的同事 其实三个月前 她就想找她了 她是陈大涛公司的网管 那次公司聚会 陈大涛带了家属 林小雅竟一眼认出 她竟是她的大学校友 当场加了卫星 小伙子话很少 问一句说一句的 所以平时林小雅也没怎么和她联络 林小雅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 就试着问了问 小伙子很快回了信息 说他们陈副总和她的小助理结婚了 上周办了酒席 听到这个消息 林小雅没感到意外 那次陈大涛转给她一千块钱 说是同事借的 傍晚 林小雅就查了陈大涛的手机 她本想看看是婆婆转给她的 还是她自己身上有闲钱 结果看到了一条新消息 是一个卡通女孩的头像发过来的 原话是 涛哥 你能用货款给我跟买房那事 公司查出来咋办 看完林小雅脑袋嗡的一声 但下一秒 她反应过来 拍了下聊天记录 又把消息标成了未读 虽然当时她就火冒三丈 说好的陈大涛会养她一辈子的 现在怎么变了心 但想的还是得求陈大涛筹钱 她只能将这事缓缓 既然陈大涛早就没了半点夫妻情分 林小雅也决定不做生物了 翻了一下陈大涛公司招工信息 林小雅以想去陈大涛公司某总经理助理的职位为借口 向校友小伙直接要了总经理邮箱 发了那一份聊天记录 也顺带付了些建议 陈大涛是公司元老级人物 公司上下无人不知 她经常说 后半辈子就靠着公司给她养老 公司未必会再给她养老 她这个特殊行业 在本市就没几家 带着这个臭名找工作 估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吧 离婚了 林小雅没感到轻松 报复了 她也没有快感 夜晚的民房死一般禁忌 林小雅陷入了沉思 小时候 她大事小时都靠姐姐 做错时她姐姐帮她善后 有困难是姐姐在前面给她顶着 长大后上了个三流大学 也没找到好工作 她把最后的赌注压在了未来老公身上 结婚后 她终于如释重负 她一直在做盘远的林小花 而陈大涛却早已不愿做她的大树 她耳边又回想起婆婆那句话 有本事拿自己的钱去做慈善 养着你 还得顺带救进你全家 在这之前 她一直怨恨婆婆和陈大涛的无情无私 一直怨恨自己 没能帮到羊羊 却从来没有找过自身原因 此刻 她好像醍醐灌顶 她突然从婆婆的话里悟出了什么 是自己没有力量 承接生活的风风雨雨 才鼓鼓祈求别人做她的救世主 是自己不够强大 才总想依附别人 经历这一遭 她总算是明白了 一来烟雨不由人 只有自渡 才能经得住命令的洪荒 真正的百度人 永远只有自己 从今往后 她再也不会相信我养你 还要支冷起自己的翅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